我们继续介绍3DSMath的扩充几何物件 在介绍之前我们先看一下3DSMath的命令面板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command panel 命令面板它有六个索引标签 我们介绍一下它的阶层关系 我们一开始要建立物件的话 主要是在第一个create索引标签建立 这个create就是建立的意思 像我们可以建立geometry几何物件 shape 所以这个索引标签是第一层 第二层就是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建立这个物件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建立几何物件形状灯光摄影机 这是第二层 然后当我们选择了像几何物件的时候 又可以再从选单选择建立标准几何物件 扩充几何物件 复合物件 粒子系统等等 这个是第三层 像你选择不同的工具的时候 它也会有不同的选项 例如选择灯光 我们后面会讲灯光 选择灯光的话 你可以从下面的选单看到有photometric 光度学灯光 standard 标准灯光 一般的3DMath提供这两种灯光的类型 我们在这次的课程会跟各位讨论到Vray 我们这边的电脑已经装好Vray 所以它会在这边又多一个Vray的灯光的类型 像摄影机的话 它就会有standard标准摄影机 这是另外加装了Vray着色器之后 新增的Vray的摄影机的类型 所以它其实是三层的 我们现在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扩充几何物件 它是在几何物件底下 我们在这边选择extend primitive 扩充几何物件 我们这边先把刚才的这些物件全部删掉 快速键可以用ctrl加a 全选之后delete 其实老师也不会用到这个viewcube 因为我们讲过刚才我有一些快速键的操作 其实已经可以取代viewcube了 所以如果说你不会再使用这个viewcube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在这边按右键 然后再选择config 这样就会打开viewportconfiguration对话框 我们只要取消勾选shoulderviewcube 然后再按一下ok 这个viewcube就会隐藏起来 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里的工具 我们先看一下hedra多面体 用滑鼠拖曳就可以建立一个多面体 这个多面体你可以在这边选择几个多边体的外观 这个是多面体 然后我们再来看torus nut 麻花节 好在这边选择建立一个麻花节 那建立之后你还可以去调整它的半径 这个地方可以调整它的半径 然后如果说你希望做细致一点的话 你还可以增加它的segment 好这个torus 那也可以把它称为多节圆环体 再来tranfer box 这个tranfer box其实经常会用到 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的box只是一个方块 但是呢这个tranfer box呢 你其实可以借由拖曳 让它变成一个带有斜角的方块 像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拉近看一下 用滑鼠中间的滚轮往前拉 拉近一点 我们在这边的参数 parameters设定参数 一样是可以设定它的长度宽度 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呢 它多了一个fiole 就是它的倒角 你可以在这边去设定它倒角的大小 那重点是这个倒角呢 还可以设定分段 你可以看到在底下的这个fiole sigment 倒角的分段 两段三段分段越多的时候 它的这个斜角会变成圆角的效果 分段越多会越平滑 但是面数也越多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通常是适中 因为如果说你的这个fiole 这个倒角如果没有很多的话 通常你的这个分段呢 也就不要设定太多 因为除非你的摄影机会拉得很近 会做一个特写的效果 否则的话你的面数呢 要控制一下 好我们再继续看 transfer cylinder 这是倒角圆柱体 我们在旁边拖曳 那跟我们平常使用的圆柱体很类似 只不过呢 它的上下呢 有多了斜角的造型 我们在这边呢 建立这个圆柱体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是可以调整它的半径 调整它的高度 但是它会多一个fiole 一个倒角 好这个fiole呢 其实在autocad里面也有 就是倒圆角 那本来还有一个叫transfer的指令 在autocad里面 不过呢 你会发现在这里 如果你没有去设定它的分段的话 其实就是斜角的效果 好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side 边缘不是很平滑 所以我们可以让它的side增加一些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平滑一些 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倒角 如果说你要让它变成一个 圆滑的外观的话 你可以一样在这个地方的fiole sigma呢 增加 增加 那它就会变得比较圆滑 好 这是倒角的圆柱体 接着 oil tank 是油桶 好 拖曳 拉高 然后呢 你可以再用滑鼠左右移动 来调整一下 上下的这个弧形的效果 好 当然你后面还可以再调整 side可以再增加 我们直接输入好了 20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设定它的盖子的高度 cap high 就是它的盖子的高度 那你会发现它的盖子呢 如果越高的话 会越接近一个类似像胶囊的效果 不过其实如果说你要做胶囊的话 就在旁边 这个会更适合一点 如果说你要做胶囊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 它画出来就是胶囊的效果了 好 你可以从radius去设定它的半径 high设定它的高度 然后side去设定它的边缘的平滑程度 这是胶囊 好 老师这边呢 先把刚才画的这些物件全部删除 按ctrl加a 全选之后 再按键盘delete删除 好 我们再看其他的 spinto 仿锤体 拖曳之后拉高 点选之后呢 左右移动 可以做出仿锤体 好 这是仿锤体 接着我们看 多边临柱体 我先放到前面一点好了 你可以先用这个 拖曳的方法 它预设是一个五边形 那你再拉高 好 然后 现在呢 我如果将滑鼠游标再往左右移动的话呢 可以设定它的 圆角的效果 如果说你现在呢 把它设定为0 然后点选的话 你得到的是一个像是五角大下的造型 那我们再做一次 点选 拉高 拖曳 这个稍后可以调哦 像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像预饭团的造型的话 那我的side可以减少 三个边组成一个面嘛 所以呢 这个最少就是三个边 然后呢 你可以再设定一下它的高度 如果做预饭团的话 通常不会很高 但是预饭团的话呢 它的三个角 不会是锐角 那它会有点圆的造型 所以你这个fuelate呢 可以调整 然后你还可以从这边的fuelate sigma呢 去增加 这样的话在外观上 它看起来就会比较平滑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一个预饭团的造型 好 那我们再看其他的 L型挤出或是C型挤出 这个L型 拖曳建立一个L型的底部的模型 然后再拉高 挤出变成一个立体的造型 然后呢 你还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墙的厚度 好 好 那Cextend呢 就是C型挤出 那它所建立出来的就是一个像英文字母C型的墙面 点选之后呢 你还可以左右移动来设定墙的厚度 好 跟我们刚才L型挤出是很类似的 好 再来我们看ring wave 这个ring wave呢 称为环形波 通常你在一些科幻的场景里面看到爆炸的效果 就是可以使用环形波来做 好 老师这边呢 先把刚才的物件先删除 Ctrl加A 再按Delete 然后我们再选择ring wave 用滑鼠拖曳 先设定环形波的半径 放开之后呢 再设定环形波的大小 好 然后你稍后还可以在这个地方调整它的半径 好 然后呢 这是环形波的 其实是环形波的宽度 在这边可以设定 像如果说我们在做爆破场景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设定 一开始呢 可能是看不到的 然后呢 很快的 我们这边呢 如果说要放大的话 来 我现在按Ctrl加Z 先缩小 我用缩放工具缩小 然后呢 稍后我们如果说做一个动画 动画我们后面会讲 不过呢 我们先看看怎么做 这个地方有一个Auto key Auto key按下之后呢 它就可以帮我们记录 我们所做的一些改变 像如果我希望呢 看到最后的时候啊 是放大 好 放大出去 那我们这边呢 可能要做个几次 不然的话 你就要输入数值的方法 好 OK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把我们做的缩放呢 记下来 现在我们可以播放看一下 本来一开始呢 这个环形波是小的 然后我们播放的时候呢 它就会放大 可以产生一个爆破的效果 当然那个爆破可能还要再加一些碎片了 那个就可能要用到像粒子效果 好 OK 这个是环形波 好 最后两个 Halls 一个是做舌管 先拉出底部 然后再拉高 好 这样一个造型 不过呢 像这样一个造型呢 你可能会发现它并不是很圆滑 所以我们一般可以在下面呢 建立好之后 我们可以在下面去设定它的参数 例如我们可以设定它的高度 然后呢 可以设定它的分段 这个Sigma可以设定分段 你可能会需要多一点的分段 它看起来才会比较细致 因为如果说你的分段很少的话呢 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细致 好 这边设定适当的分段就好 但是这个分段呢 只是高度的分段 高度的分段 那如果说我这边呢 会希望它在 这边 如果说我们从上面看 我希望它能够圆滑一点的话 那就要在这里设定 这边有一个Halls shape 这个就是舌管的形状 你可以有三种选择 Round Halls 圆形的软管 或是Rectangular Halls 方形的软管 或是D-Session Halls 如果从上面来看的话 我这边转一下角度 旋转一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像是英文字母的D 这样造型的舌管 好 我这边再改回来 这边把它改成Round Halls 然后如果说我希望 它的切面这个地方呢 能够看起来比较圆滑的话 我可以在这边的Size Side增加 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可以用来做像是避震器 或是轮轴的游风 或者是像是你到便利超商 拿的可折弯式吸管 不过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下 你会发现这边的这个 折处不是很多 你可以增加一些 像如果说你要做那种像 吸尘器前面那个软管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这边有一个Cycles 你可以增加 不过记得你这边Cycles如果要增加的话呢 你这边的Sigma可能要跟着增加 它才会变得比较平滑 这个地方可以设定 然后你还可以在这边设定它的Flex Session Enable 这个地方可以去设定说它在什么地方开始有这种弹性的造型 所以如果说我这边都设定成0%到100%的话 你会发现整个软管都是这种弹性的造型 但是像刚才你可以看到 我在这边也可以限制说 我可能只有中间一部分 有这种可折弯式的设计 这个是舌管 最后我们再来看菱形体 我们在这边选择Prison 然后用滑鼠拖曳 建立一个菱形 接着再放开 拉高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菱形体 以上为各位介绍的是3DSMath的 扩充几何物件 待会请各位同学练习到这个地方